性别平等一直是法牌非常关注的议题 过往我们有做许多相关的报道 也和许多外部的伙伴进行不同的合作 像是在今年4月底 由国立台南大学性别培力研究中心 在台北华山举办的 性别平等教育法20周年特展 我们也拍摄了一次短影片 来跟大家介绍性贫教育法20周年 发展的严格与重要内容 其中性别平等教育法的核心关怀之一 是建立性别平等教育的资源与环境 因此其实不只是只有家长有责任 教育工作者和媒体 在落实性别平等教育上 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媒体在报道许多议题时 应该都要带入性别意识再次检视 像是分析性别互动之间的权力关系 尊重与维护身体自主权 各领域中的性别试图等等 以媒体从业人员为例 如果有这样的性别意识建立 在报道数位性暴力相关案件时 可能就会在描述案件的时候 避免采取可能导致二次伤害的解法 也会思考如何传递资讯 才能够减少性别刻板印象 因此教育现场的老师们 要如何将性别平等意识 带入媒体试图中的教育实践呢 在这边我要跟大家推荐一个 很棒的线上学习资源 那就是性谈之光成为性贫教育的纳俗光网站 性谈之光网站是一个采用多种互动形式 让使用者学习过程中不无聊的性别平等教育 线上真能平台 涵盖旗感教育 性教育 认识性别多元面包 校园性别防治四大面相 更提供许多贴近生活的案例 尤其入身底 帮助教师建立性别平等教育资能 进一步融入自身教学实践 目前平台处于世行阶段 还在收集注册者的学习心得 也欢迎听众们 不论是否具备教师身份 都能登入体验 给予回馈哦 尤其是想要了解更多性别平等教学诀窍的高中老师 还可以报名参加进阶工作坊 详细资讯请点击节目资讯栏的连结 本集节目广告 由国立台南大学性别陪力研究中心赞助播出 我是贵智 你现在收听的是法科电台 你会把那个男性的看你的眼光 内化到你自己的心里 然后用那个来看自己 比方说男生喜欢主流的一线男生 好像看起来喜欢观看大胸不认戏药的女生 那你就把这个标准内化到你心里 然后拿来看自己说 那我有没有大胸不认戏药 而且你不只会拿来看自己 你会拿来看别的女生 说那女生有没有大胸不认戏药 如果她有大胸不认戏药 我看起来就很满足 如果她长得很漂亮 那个女生 我是女生 但我看那个女生 她长得很主流的漂亮 我看起来也很满足 然后如果她没有漂亮 我就去看 她哪里有不符合 你知道一心里男生喜欢的样子 如果我看我自己 那我哪里有不符合一心里男生喜欢的样子 这个都会广义的被觉得 也是一种男性女士 男性女士在学术界里有一些 他们不一样的定义 但是我们非常非常广义的说 大概是这个方向 欢迎来到法科电台 我们今天很开心 可以邀请到政治大学传播学院的 康廷余副教授康老师 那我们这次邀请康老师 是想要跟老师一起聊 数位时代兴起之后呢 现在现在网路上 非常非常多的人 想要做自媒体 那我刚刚在开录之前呢 也跟老师小聊了一下 就跟老师讨论说 最近在这个传播学院里面呢 非常多的同学 对做自媒体 其实也很有兴趣 今天大家有感受到 这个网路的威力 在网路上 大家会觉得好像有更多 这个自由的这个空间 可以来挥洒创意 但是这个很自由的这个状况 它当然常常也会伴随而来一些 我们意想不到 或者是我们很不想看到的 一些负面效应 像数位性暴力 它就会是一个问题 前一阵子有这个小玉的案件 小玉的案件现在定验了 是这个D-FAC的争议 那小玉她利用这个D-FAC的技术 然后用这个换脸的方式 来去造成许多女性的困扰 甚至是这个伤害 因为这些女性 她就被换到一些 可能承认影片上面 然后对她们来说 当然是很多精神上当痛苦 那另外一种数位性暴力的形态呢 则是这个未经同意 三波私密性影像 我想这个概念的出现 其实很久以前 相信大家都听过 像这样子的纠纷 比如说这个男女朋友分手之后 那可能前任就把 前任可能出于各种的动机 然后就把这些交往过程中 所拍摄的这些私密影像 擅自来上传 那后续这个未经同意 三波性影像的这个情况 那有越来越多种不同的情况出现 那不过我们一开始 想要先来跟老师聊聊看 这个用语过去 大家比较熟悉的叫做 复仇式色情 就我们讲复仇式色情 那大家好像立刻可以听懂 这个就是在讲这种全任 很恶意的报复的这种行为 那大家通常也都可以认同 这是一个不对的事情 但是现在反而是非常多的 这个女性团体 然后也非常多的人权组织 在呼吁说 那我们不要再用 复仇式色情这个字 这个时候大家就觉得很奇怪 这件事情不是本来就 大家一听就知道 是不对的事情吗 可是为什么我们现在 大家开始希望大家使用 未经统一散播私密性影像 反而好像有点拗口 有点复杂 这个有没有什么原因 好大家好 谢谢贵志 给我一个非常详细的开场 以前我们古早时代 的确就是看到那些 所谓的比方说外流片 就称它为revenge porn 就复仇式色情 那渐渐大家发现 这个讲法有很多不对劲 然后这个不对劲 会带来一些比较不好的后果 原因是因为 就像贵志刚刚提到的 就是当你看到那些 看起来好像是 当事人没有同意 但被外流的这些影像 它的成因是各种各样 并不是只是 像复仇式色情 这个词所暗示的 就是说好像你跟人家谈恋爱 然后你答应跟人家拍 然后你们中间有什么纠纷 或是搞不好你也对不起别人 然后别人要报复 把你流出 这只是所有的 这种所谓的 非经同意外流的私密影像的 其中一个小部分 你说以我们台湾常看到的 最近的好几个新闻事件 这个这些性影像的犯罪 都是别的状况嘛 比方说创意私房好了 这个是传闻中 新闻报道中 那个黄子娇有订阅的 那个平台 那个就是各种各样的 偷拍的状况 然后有很多平台是 你还 他不是什么跟你交往 然后报复流出吗 他纯粹就是 有委托人说 我现在想看某种特定人 比方说有那个被害人出来说 就是有人想要特定看 台大跟北一女的女生 所以他就付费给一个平台 叫那个平台去偷拍 或者就是有一种人 他说我想要看未成年的 特定的影片 就付费给平台说 你就去给我拍到这种未成年 所以有这种付费式的犯罪 那他是一些外流影像的大众 而且他指定被害人 对他指定被害人 然后有一些更多例 他会指定 这是犯罪的方式 比方说我就是要看性侵 这样子的 那这个很可怕 对 就是各式各样的状况 然后还有一些是 他就是性侵 或者是猥亵 那他在过程中有拍摄影片 这个也是台湾的 这几天的新闻事件 就是那个幼儿园的那个状况 或者是各种各样 你会看到 不然如果你在我们大学的话 你就会知道 动不动宿舍又有头拍 不然就动不动厕所又有头拍 那所以像你这些 没有经过人家同意 你就拍摄 或把人家流出的状况 并不是只限于 我跟你谈恋爱 然后我要报复 所以你如果称他为复仇式色情 会有一些不好的后果 因为古早时期 我们的那个宣导都会说 啊要怎么避免这种事发生在你身上 就是你跟人家交往的时候 不要答应给人家拍嘛 不要拍 保护自己 你就没事了 那这显然不是事实嘛 好像你如果告诉小朋友说 你不要去拍你就没事 这就不是这个状况 因为会被偷拍啊 对会被偷拍 其实更严重的是被偷拍 偷拍根本没得同意 我怎么知道被偷拍 对啊对啊 那你的这个宣导的力气 跟你这个防治的力气 会放到很狭窄的地方这样子 后来不止台湾 全世界就想说 我们不能再这样教他这样子 所以复仇式色情这个字的问题 是太狭隘了 对主要是太狭隘了 那当然也有人不喜欢色情这个字 就是我的受害 你当做一个 你叫pornography pornography是 好像是鱼 就是A片这样子 对我的受害的影像 然后你称它为porn 这个好像对被害人来讲 不是很好这样子 OK所以色情这两个字 对被害人来说 本身也是一种恶毒伤害 因为他已经被害了 对啊 他未经他同意外流的影片 好像是暗示是可以拿来 满足别人一些性幻想性欲的 这个好像 我觉得大家可以理解说 这个字确实 那我们就透过我们用语上的调整 去改变大家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吗 对啊对啊 对所以就是各国都有倡议啦 就是因为大家都发现一些类似的问题 不过这样子单纯去转变用语 真的会有差别吗 就很多人会觉得说 啊这不就是很政治正确的事情吗 那这种不是大家讲的听听懂就好吗 为什么要这么纠结在用语上面 就是用语的正确 对于这种观念的影响 是真的有差别的吗 主要是因为 可能用语跟观念会稍微有点关联啦 那所以当你想到外流片之相 然后复仇是色情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宣导就会说 那你就不要拍一个就好了 那显然我们不能这样宣导 我们现在有新的宣导方式 这样可以更广泛的 所谓我们说呼吁awareness 让你更广泛的知道 哪些状况都一样有问题 而不要让你把注意力 被这个用语限缩在一个很小的地方 那你就会没有注意到别的事 就是我们的用语 会影响到我们的表达方式 那就进一步影响到 大家对这件事情的思考的观点啊 狭隘啊宽广的程度等等的 所以有的时候去调整这个用语 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是 很多NGO是这样想 那我们现在的法律 有通过一些修法 然后其中我觉得 可能最重要的是刑法 像在刑法里面呢 我们过去 譬如说讲到这个 未经同意散布私密影像好了 那或者是我们更前面讲的 这个D-Fake 其实过去都会有 在刑法里面 这到底要怎么处罚的一个问题在 像是这个D-Fake的这个问题呢 过去在这个刑法还没修法之前呢 那好像就 像我跟洛毅就讨论过 好像只能用诽谤 或者是公然而入 可是这个诽谤跟公然而入 第一个它的问题是 它的刑度很轻 然后再来是诽谤 它比较 诽谤它当然是处理 就是我的名誉受损的问题 可是这个对很多被害人来说 他们在往往不是只有名誉 而是他们觉得身体 某种程度上的自主权 被受到侵害 所以这个诽谤啊 公然而入 某种程度上 还没办法完整的去说明 被害人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受害 以及被害人到底为何受伤 那又像是这个 未经同意散播性私密影像 这个在刑法修法以前呢 这个也曾经是一个很困扰的问题 像也有人问过我说 那这个性私密影像被传播出去了 那刑法到底要怎么处罚 我就说 那时候我们就很认真的思考 就是这个性私密影像 如果是 如果被害人可以证明是被投牌的 那会有这个 妨害秘密的问题 妨害秘密的问题 但是如果是 这个被害人是同意拍 结果对方把它散播出去的话 那我后来就想去 我就说 好像还真的 暂时想不到解法 我之后想到了一个 但很奇怪 就是 散播猥胁物 散播猥胁物 可是猥胁物一样会有 为什么我变成色情这个问题 我想到 那时候还想到另外一个说 好像 好像不然就是只剩著作权法 可是这个感觉不是 这个感觉明显不是被害人要的 被害人没有在在意这个东西的著作权 这个就很奇怪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修法之后呢 我们刑法 它就加入了 妨害性隐私及不实影像罪 像是在 这个刑法 在C319条之一以下 大家有非常多的这个规定 譬如说 未经他人同意 就无故重置散播 或者是使他人可以看到这些性影像的话 他可以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那像这个低肺问题 他其实也有相关的规定 规定进去 老师像在你们的观点来看 你们会觉得这次的修法 你们觉得有哪里是可能好的 或有哪里是需要再加强的 或者有没有配套措施 你们觉得是不够的 法律这个就是一个大灾问 就是当然这一波一波的修法 我们都觉得慢慢的 有在把一些漏洞补起来 包括刚刚桂志提到以前要适用的法律都很奇怪 然后你如果有人散布你的性影像 然后你要一直去说这个是猥亵的东西 但对我如果是被害人来说 这根本不猥亵 这是我的性的生活跟隐私 就像我吃饭喝水一样嘛 我要一直跟在上法庭说 我这个好猥亵 我的性什么都猥亵 这个很奇怪 而且对我们被害人之后的一些心理的辅导 跟这个创伤愈合并没有帮助 那另外一个问题 以前的这个法律 就被觉得刑责太轻嘛 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以前想要推修法的这个障碍 就是古时候我们想要 没有古时候其实就两年前 我们想要推修法的时候 其中一个倡议是希望那个刑责要稍微加重 至少要跟就是传统的性暴力要有一点相像 那但是很多人就会说 这个有那么严重吗 你又不是真的被性侵 你这个性行为是已经发生 只是被看一下而已 这样有要到那么严重的这个状况吗 这个还是比较委婉的说法 如果你看那个网友对修法刑责 要倡议提升的这个反应 就会非常的难听 他就会说你已经就是 对啊你已经发生这个性行为 也不是我去侵害你 然后影像也存在 让我只看一下 然后我看完给朋友看 这个为什么要处罚 你又没有再更失去更多什么东西 你又不是真的受到什么伤害 然后他就觉得真的性侵有伤害 然后被人家看一下没有伤害 那在过去的几年 全世界都有渐渐发现一件事情是 你说对这个被害人 或说对这些幸存者来说 他受到的伤害 其实并不一定比传统的性暴力来的轻微 它是有一点不一样的这个创伤 传统性暴力 它是觉得它是发生在过去的一件事 然后这个过去的事会一直hunt你 就是会一直来扰乱你要恢复健康的性质 那但是数位性暴力有一个特性是 它是一个无止境的伤害 就是你如果去听这个幸存者的心路历程 他就会跟你说 他会觉得他不是只被看一次 就第一他会跟你说 看一次就好像被性侵 或者是违反他意愿受到性暴力一次 但是他觉得最恐怖的事情是 他不知道还要被看多少成千上万次 因为性影像的数位的影像的特性是 你不知道他有没有完全的消失干净 有可能这一次全部下架 但是谁的硬碟里还有 你不知道他是不是三个月以后还会再上传 然后所以这个新型式的性影像的犯罪 这个幸存者的感觉是 他是未来不确定还会再侵犯几次这样子 他会很难很难以复原 然后有些人是他会长期的对未来的 这个社会生活非常的恐惧 像有些幸存者他就会讲说 我如果走来路上有人看我超过几秒 我就会开始发抖 因为我会想说他是不是看过我 然后他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想法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幸存者的创伤 其实是蛮严重 而且是不亚于传统的这个性暴力的犯罪 所以有一些这些资料以后 我们再去倡议说那你修法 至少你新则要稍微像一点嘛 那所以幸者这次有稍微提升 就会觉得好像是有稍微改善 那当然法律还有很多 我们觉得可以继续补起来的地方 要继续努力这样 像行者的部分 我刚刚看他都是提高到五年 就最重可以到五年 那除了行者以外 老师有没有觉得有其他的配套措施 是可以同步并行的 像老师有提到说 这些数学性暴力的被害人 他的伤害是一直持续性的 就是我讲的网络很多东西上传之后 真的你就很难把这些 你就很难把这些数位主机 都完整的把它消除掉 因为就真的不知道 有没有人像黄子教一样 把它存在它的硬碟里面 那网络 那这一类的数学性暴力 它也确实有老师讲这个特征 它可能好不容易把 透过一些政府的公群力 把某一些网站的影片 删除之后 又有一些人 不知道从哪里 又在其他地方上传 永远都这个 好像永远都无止境的 这样子在造成被害人 很大的伤害 老师觉得 有没有一些可以同步采取的配套措施 其实是可以帮助到更多被害人的 配套措施就是也很重要啊 因为毕竟 所有的犯罪 并不是我们把法规改得很严 犯罪就会消失嘛 不然的话 我们就把法律改得很严 然后就不用改建 这样 对 在一个理想世界 但是就不是这样 因为有些犯罪的行为 是在观念跟文化里 那所以我们就会 当然觉得宣导是很重要的 然后所以当然你如果是教育者 比方说如果你是老师 或者是你对这个议题很在意 很关心你想要对你身边人倡议 或对网友倡议的话 我们现在的宣导或是教育 有几个重点是可以帮忙的 就是第一个点是 我们现在的宣导 有一个这几年一个转向 就是我们现在喜欢宣导说 你不要去看 就假设这个影像 你有一点看起来怀疑 它是不是人家同意要播出来的 你就不要去看 还有一个重点是你不要去买 因为买的话就会 你让人家有动机去做这些违法的事情 因为它可以赚钱 当然还有就是不要去转船 这个是犯罪现在 那这个宣导是 这两年全世界有一些觉悟跟转向 因为大概三五年前 我们以前的宣导都是跟人家说 你不要拍 就去看台湾以前的宣导 还有很多国家以前的宣导 我们都是说保护自己不要拍摄 然后你就不会被外流这样 那渐渐就发现那个宣导你要很小心 就是那个可能会造成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刚刚讲到 就是因为其实这种性影像的犯罪 你何以拍摄 然后被男朋友或女朋友 或者是什么样的人流出 这是比较 不一定是大宗 所以如果你一直去宣导说 你不要答应拍摄就没事了 你会忽略掉 并不是这样就会没事啊 然后还有一件事是我们观察到 如果你去宣导说不要拍摄就没事 在很多国家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那些潜在的加害人 就他看这些非法的影片 然后很开心 然后传给别人的这些人 他会觉得错的是你不是我 就会宣导说你不要拍了 第一你婚前跟人家 或年纪这么轻 人家发生性行为 你已经弄不检点 然后第二 已经叫你不要拍 你来去拍 你这有多笨 所以你已经都是 你先不检点发生性行为 然后又那么笨去外拍 然后你流出来的东西 我看一下怎么 我错了吗 就好像一切是被害人的错 对对对 我看一下 他反而有一种教训你的感觉 就谁叫你那么笨这样子 那就把这个道德义务 从潜在的加害人身上移除 让他可以很 comfortably 道德上没有压力的来集体的进行这些事情 那当然这个宣导我们这几年会很留意的说 那我们不要聚焦在要不要拍 我们聚焦在不要看 不要买 不要传 让这个事不要成为流行这样 然后第二种宣导或者是教育的方式是 最近几年有很多时政研究发现的 就是有一个关键叫同理心 就是说 其实很多各国的研究 包括我们台湾的研究都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性犯罪这件事 包括传统的性犯罪跟新形式的性犯罪 它有一个特征 就是假如你强暴迷思的得分很高的话 你成为那个性犯罪加害人的几率会比较高 什么意思 就是容易有强暴迷思的人 更容易成为强暴别人的加害者 对 就是这两个东西是相关的 在各国都是这样 台湾也做 香港也做 西方国家 各国都做出这个 那什么叫强暴迷思 它其实是对性犯罪一系列的信念 就是如果你被抽到 我们要跟你做这个调查的话 就给你一个问卷 然后问你一切的东西 你有没有同意这样 包括你有没有觉得女生穿 比方说穿得很暴露 然后被强暴是她活该 然后包括 有没有觉得女生喝酒啊 晚上出门啊 被强暴是她活该 或者是 有没有觉得女生说不就是要 然后各种各样 还包括你有没有觉得一个性家害人 只是因为犯了一个小错 然后就被判刑 被前科有点可惜 等等 就是这一系列的东西 你同意的程度很高 或是越高 这跟你成为 你是不是性犯罪加害人 就是有相关 有正相关的 都是一些很可怕的迷思 对啊 都是一些很可怕的迷思 如果我应用在性影像里 就是你有没有觉得女生自己拍了 或是任何人自己拍了 被流出是她自己的问题 这样子 类似这种方向 那我们当然知道这件事以后研究者最想知道的事情是好那请问强暴迷思我们要怎么让它降低 我们要怎么扭转这个强暴迷思啊 那后来有一些人就发现就是同理心是很重要的 就有一些人他强暴迷思可能稍微有点高 可是你让他经过一些同理心的练习 包括你让他具体的看见这些被害人到底他如果受害了以后 他是经历什么样的残酷的或是很悲伤的一些心理 或者是后遗症的这个过程 或是你让他做一些换位思考的一些练习 然后让他有一些同理心的话 这个强暴迷思的得分会降低 对某一些人来讲 那所以渐渐的我们就发现这个同理心的练习 是有帮助的 所以如果听众是那个老师的话 然后你对这个议题关系 你设计教案 你有可能就可以从这个方向去让学生做一些练习 在实证方面是有帮助的 我们今天在开场之前 我有跟听众朋友宣传一个网站叫信坛之光 那是有很多的这个性评教育的这个真能的知识 可以帮助老师的设计教案 那当然也欢迎大家来 就算不是老师也欢迎大家来使用 那我想这个议题我们往下走的话 因为老师是传播学院的教授 在这个大众传播这方面也有非常多的研究 老师怎么看 在媒体报道性犯罪的时候 这个有的时候好像很难不去提到一些 这个性犯罪的这个过程 可是这个时候大家又会在意 如果这个媒体的报道 有的时候 有时候会让人觉得好像 是不是越了线 譬如说可能讲得太细节 或者是用一些很耸动的这个字眼 像现在这个网路的新闻标题 常常都要用一些很 那一看到就会很吃惊 然后想要一个点进去的 可是大家就会在意说 这样子新闻媒体在报道的时候 是不是也会造成这个被害人二次的伤害 那新闻的报道 有这个公益性吗 因为我们一定要让大家知道 有这些事情 才能让大家汽取教训 然后不要再发声 也必须要让这个加害者 得到一定程度的这个舆论的批判 可是那这个拿捏之间怎么样 同时可以去兼顾到 这个保护被害者的这个部分 这个也是大灾问 我觉得台湾的媒体就是 我觉得台湾媒体对性犯罪的报道 是很两极的 就是台湾有一些 对性犯罪的报道的记者 说我超感谢他 想要膜拜他 觉得要是没有他 这些东西都不会改善的那种报道 那台湾有另外一个 有一些报道是比较 怎么说 是比较奇特这样子 台湾有一个现象 我觉得很特殊 就是假如你去看我们那个 各大新闻网站 那个点阅率前几高的新闻 我们常常那个点阅率前几高新闻里面 都有性犯罪新闻 那就是 对其他的国家 你去看别人国家网站 这件事并不一定有存在 真的喔 所以是台湾特殊现象 你如果去看 比方说我前前看的Guardian 就是没有这种事 或是你就去看一下其他国家的 英国卫报没有这样子 英国卫报 对啊 或是其他的媒体 很多国家的很多媒体不是这样 那我们就会比方说 Top 5的新闻是 什么老司机席凶 然后Alone with 那个赖清德 说什么重要的话 或者是健保要调长 这种很重要的新闻 跟性犯罪新闻放在一起 那如果仔细去看这些 会变Top 5的 那个性犯罪新闻 它有一个特性嘛 就是其实就是贵志刚提到的 它就是很 很那个 很猎奇 对 我准备这个访谈 我去找几个标题 就是什么老司机兴奋摸凶 然后什么 嫩媚花容失色 就它的特性是 你看那个文字 你不知道它是情色文学 还是新闻报道 对 然后那种东西会变Top 5这样子 那你看那个现象 你就会知道一件事 台湾有一群读者喜欢点击这个东西 所以它看性犯罪新闻 可能一方面不知道有没有关心 希望防治这个事 但另外一方面 它可能从这个阅读这类文字的过程里 得到一些性的猎奇的 或性幻想的满足 但你同时也知道新闻机构 有掌握这个口味 或者你有感觉到这个新闻机构 大概有给写这则报道的记者一些点阅的压力 然后他知道要讨好 或是他有一些压力要讨好这个口味这样子 那当然这就会觉得新闻那一方面有问题吗 因为就像柜子提到的那个新闻 我们觉得他要有公益性啊 因为我们整个法律啊 整个国家让新闻媒体有更多的freedom 去做很多事 就我们一般人不能做的媒体可以做 我们一般人不能做的记者可以做 原因是我们期待记者 你报道的东西 你要有公共利益的目的嘛 所以你如果写这个老司机席兄有多兴奋 这个细节非常显然 他没有公共利益的帮助嘛 所谓公共利益就是比方说 你报道这个性犯罪新闻 你可以比方说你调查了一个被压 积压很久的案子 或者是你可以呼吁社会大众 关切一个法律的漏洞 或你可以让读者知道 假如遭遇这个事情我要怎么避免 我有什么资源可以求助 这些都公共利益嘛 那如果写老司机内心的这个兴奋的程度 显然 这很奇怪 我怎么想都 对对对 没有什么关联的 我觉得最底线 最底线是大家看这个新闻 也要让大家知道 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吧 大家这样形容好像是老司机行凶好兴奋 所以是大家鼓励他去做这件事情吗 这个就很奇怪 真的很奇怪 他后面可能补一个老司机下场惨的 可是前面可能是老司机很兴奋 就是他也会 你有看到他在balance这个东西 可能里面那老司机被抓起来内文 可是标题他就要写 哦老司机有多兴奋 那显然这些无助于公共利益的这些细节 你可能就要思考一下不要放进去 也许有一件事情 就是无关公共利益的细节 你可以想 他既然没有帮助 那他会不会是有害的 比方说如果我是被害人 我可能不会想要被写说 加害我的洗我凶的人有多兴奋吗 因为我如果每个被害人的想法不一样 那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会觉得成天壮爱读者 透过读了老司机的兴奋 好像他又relive了我这个犯罪的过程一次 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会很不希望被这样写 那所以有一些报导性犯罪的 有经验的记者他会做一件事情 他会大概要写什么 他会去跟这个被害人确认一下 我这些细节 如果揭露了 会不会再戳一次你的伤口 或是会不会防害你的复原 有没有什么细节是你真的很在意 我写了会伤害你的 他会去做这个确认这样子 OK 那对啊 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要重申啦 就是帮我们记者 不是洗白 帮我们记者说话 其实台湾有非常多非常好的 关于性犯罪的报导嘛 要是没有那个报导 全台湾不会知道这个事情 像那个创意私访 黄子焦传说中有订阅的这个 最开始是一个记者去讲一听嘛 对 他去长期的卧底 在一些险恶的网路的论坛里 去把这件事挖出来 那挖出来以后台湾才开始重视这个事 才呼吁要立法 然后检调也很认真去查 韩国也是嘛 就是前阵不是有一个 N号房 BBC的纪录片 对对对 N号房也是 然后最近那个有一个BBC纪录片 是去拍一个记者 他把那个韩国有一群男明星 是有组织的 有系统的 常年在进行性犯罪 而且疑似警察还包庇他 这个事情 那个记者想尽办法去调查 把他掀出来 然后才想办法把一些偶像送去坐牢的那些 那当然这些记者都 我觉得他们处境都超危险的 一定会有骚扰啦 然后有些家人会疯狂告你 那还是想办法把它挖出来 然后才让这个社会有进步 所以性犯罪的报导还是蛮必要的 但是就是在内容的这个操作上面 一定要想办法去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不要让被害人 因为报导是希望要去让社会正视这个现象 然后去解决问题 那报导不应该再创造问题 对啊 对 就是要小心啦 那现在除了新闻报导以外 因为网络越来越盛行 所以大家现在都可以在网络上面 发表许多的这个创作跟内容 所以有的时候也会觉得说 传统媒体掌握这个权利 现在好像慢慢被释放出来 让更多人其实都可以达到 不一定会输给传统媒体这种传播的效果 那譬如说短影片啊 像我们就像我们现在在录podcast啊 youtube啊 其实都非常多的素人在做创作 然后点译率都非常高 然后也传播了非常多的资讯 但是在这过程中呢 我们又会发现一个现象是 譬如说在短影音里面好了 我们会发现许多人喜欢透过 展露自己 那展露自己这件事情本身不是坏事 可是像譬如说 有一些影 有一些可能是女生自己上传这些影像 或者是别人拍摄女生的影像 譬如说啦啦队啊 或者是女生的偶像 或者是一些女性的偶像团体啊 或者是一些热舞的账号啊 这些本身都没有什么问题 都很健康 可是这个时候会有人提出一个问题是说 好像在社群平台上面 女性特别容易被物化 性化 或者是有人会用男性凝视 来去形容这个现象 就是这些看起来都是很健康无害的 大家女生愿意展露自己的身体 然后女生跳舞 性格热舞 这些事情本质上都没有关系 可是好像在社群平台上面 却有一种现象是好像总是这些东西 那有人觉得说这个现象 通常称为男性凝视 或者是女性物化 那能不能请老师先帮我们介绍 这几个观念是什么 好 物化就是说 你看到一个人的时候 你只看到他是满足你欲望的工具 所以他的其他的东西你没看到 他的尊严 他的意愿 他的愉快你没看到 你就想他能不能满足我 那性化跟物化有点类似 但不完全一样 性化就是 当你看一个人的时候 你带着性的滤镜去看他 所以你只看到他的性的价值 他其他的价值你觉得干我屁事 反正我现在只看你有没有性吸引力 就比方说他可能很会主持啊 或者很会举重 或是他是很正义感的好人 这些你都觉得干我屁事 我只是看你有没有 你的性方面有没有 有没有对我来说有没有吸引力 这样子 那所以其实叫你不要 叫我们大家要避免性化 或物化别人 并不是说 我不可以去感觉到别人有性吸引力 而是就是说 我们不要带着性的滤镜值 去想这个人 哦性方面有没有满足我 让我开心 所以他的尊严 他的愉快 他的需求我们都没有 我觉得干我屁事 或者你知道他作为一个人 他在性方面的其他的价值 我也觉得不重要 我没有要看 这种观看的方式 才是大家比较担心性化跟物化的 这个原因这样子 那性化物化概念 其实常常会有人会说 不就是性感的人吗 你在反对 我就看性感的人 然后我就展现性感 你在反对什么 你不要在那边假盗学 他们还会说女生可能 他说女生这样子 女生自己很开心之类的话 是是 对啊 那为什么那个学者 或者是教育者 或者是女性主义的这些NGO 会担心性化和物化 原因是因为 那个研究上会看到一些 性化跟物化非常具体 对人带来的伤害 就是说 很多面向我们可能没有时间全部讲 就举例一些 比方说有一种伤害 叫做单一的身体审美 就是说一个社会 如果他常常用性化物化的眼光 在看别人的时候 他看你的方式是很单一的 比方说如果是女生的话 可能就是要大胸部小满腰这样子 如果是男生的话 可能就要175公分 然后也许最近几年流行要有腹肌这样 所以他在性化物化你的时候 他还规定你要很 走一个很狭窄的身体的小门 他才觉得你有价值有性感这样子 那这个观看的方式 有非常多的研究 已经证明是对人有害的 他们这些人就最喜欢做青少年 跟我们说一样的道理 年轻成年人 就是十几岁到二十出头 这些人 原因是因为这些人被认为 是正在探索自我的人 所以别人对他的眼光 对他来说会很重要这样 那具体的伤害是 如果你在媒体 或者是社群媒体上 越常曝露在这些 性化跟物化的影像跟讨论里 你会降低你的自信 自信是白话 我们研究说会这样 我们研究测量是body image 就是你的身体意向 对你自己身体的好感会下降 对你自己身体感觉会变负面 那接着会有一个东西 是饮食失调的比例会上升 所以饮食失调有各种 有一种人是 你看他那个吃两口饭会去催吐 这么夸张 对啊 直接催吐 对然后有些人是暴饮暴食 因为他就觉得他自己身体不够好看 他想减肥 可是减了又有压力 他就暴食 然后暴食完他就最后要减肥这样 那有一些更严重的是 比方说厌食症 这也是会死人的 这是很严重的状况这样 那所以你就会看到那个人 如果暴露在性化跟物化的媒体影像里面 包括摄取媒体里面 男生跟女生都会喔 他会那个有具体的对自己的身心都有伤害 那当然学者就会很担心这个事情 那什么是男性凝视 男性凝视不是在说你生下来一生 给你盖章的时候你是生理男性 然后你去看别人 这就叫凝视 男性凝视是在讲说 这是我们传播学者搞出来 所以我们要有义务 要去讲一下 他在各种genre都有讲 比方说做电影的 他就会说你知道吗 古早以来拍摄电影的方式都是 把那个观众当成像异性恋男生一样 在决定影像有什么东西是好看的 所以他就喜欢拍 你知道大胸部细腰的女生 当你拍到大胸部细腰的女生 他那镜头就会很缓慢的划过 但是当你拍到男生的时候 就快速的划过 或是你不在意他的身材 你就会在意他的成就什么之类的 感觉没人要看那个东西 对 那他就会说这种好像异性恋男生在观看 女生有没有价值 而且只看他性不性感来作为他价值 这种方式叫男性凝视 那当然女生生理女性 他也有可能男性凝视喔 这是传播学者讲的 就是有句话叫做 他说人类有约翰伯格 他说大家要听这种学术的东西 反正他就说观看的方式就是 男性观看女性 女性观看男性观看自己 就是说 哇这好听起来好学 大家有想要 我觉得大家 没有我觉得我们听众被人很爱这个 对我们听众被人很喜欢听这种东西 对 对听起来好学 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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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是说 你会把那个男性的看你的眼光 内化到你自己的心里 然后用那个来看自己 比方说男生喜欢主流的一线男生 好像看起来喜欢观看大胸部闻戏药的女生 那你就把这个标准内化到你心里 然后拿来看自己说 诶那我有没有大胸部闻戏药 而且你不只会拿来看自己 你会拿来看别的女生 说诶那女生有没有大胸部闻戏药 如果她有大胸部闻戏药 我看起来就很满足 如果她长得很漂亮 那个女生 我是女生 但我看那个女生 她长得很主流的漂亮 我看起来也很满足 然后如果她没有漂亮 我就去看 那她哪里有不符合 你知道一线年男生喜欢的样子 如果我看我自己 我就想 那我哪里有不符合一线年男生喜欢的样子 这个都会广义的被觉得 诶也是一种男性凝视 男性凝视在学术界里 有一些他们不一样的定义 但是我们非常非常广义的说 大概是这个方向 对 并不是你身为生理男人 然后你看别人就是一种原罪 并不是这样子 其实就是这个社会长期用这种直男的眼光 去看待这个 看待身边的这些人事物 然后对女性就是会很刻板期待 绝对就是变成连女性都把这内化在这里面 然后用这个去看别人 然后也还用这个来检视自己 造成自己很多不必要的痛苦和困扰 对啊 我听一下感觉是这样 对对就是这样 身为被凝视的人该怎么办 比如女性 女性就是一个被凝视的人 那这些那我们该怎么办 那我们要去抗拒 有时候觉得好像去抗拒也是很困难 因为譬如说 可能女生这时候就会想 那我真的要大方做自己 我就让自己这样肉肉的 那像现在男生也会有 有些男生也会有这种身材焦虑 我没有大胸肌 有身材不够高 然后没有腹肌什么的 好像就 好像也就是 见不得人什么什么的 那身为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要怎么样来 我们要怎么样来鼓励他们 或者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帮助他们 我觉得我们怎么帮助他 跟他们怎么帮助自己 我觉得这是两个 两个问题的方向 我觉得自己怎么帮助自己 因为你写在仿杠里的时候 我准备了这一题 等一下也可以讨论 我们怎么帮助别人 自己帮助自己的方式很简单 它是一个原则 就是我们不要在别人的眼光里 寻找自己的价值 OK 但是呢 这是一个知意行难的原则 对不对 因为我们毕竟是活在社会里的 所以当我知道这个原则 我可以终身都努力想办法 明年比今年更不在意别人的眼光 可是我可能不能听到这个原则 明天起床 我就完全不在意别人 所以呢 假如我们还有一点点 稍微在意别人眼光的时候 有一些事情我觉得是可以做的 比方说第一个是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地球上有60亿人 就算有很多人喜欢大胸部小腰 跟175公分有腹肌 60亿人里面有非常多的人 他的品位是非常的多元的 我们如果一定要在别人的眼光里 找自己的价值 那我们可以在 认同我们的人的眼光里 找自己的价值 那知道这个社会 一定有人是喜欢你的 这是一个事实 而且我觉得社群媒体年代 这个事情比较容易做 因为小众比较容易聚集起来 比方说我们有 hashtag me too 我们有hashtag 比方说body positive 就是你知道有一群人 非常想要宣导 我有大蛮腰跟小胸部 但是我很好看的这种 你可以很容易的在社群媒体里 跟这些人结合起来 然后你在从中找到 别人眼光里肯定的你自己 这是一定可以做到的 就是我们不一定要去 看主流的人的眼光这样子 第二件事情 我昨天有想到一件事情 是对我自己会觉得很输压的事情 是我自己的话我会找role model 就是说我会找一个 我会找一个不要说是偶像 但他就是一个角色楷模 那个人可能他长得没有非常主流的审美 或者是他所从事的事情是 社会觉得他的性别不应该做 或社会觉得他的性别如果做了超不性感 但我仍然觉得那个人做的是好酷 我很向往他的人生 我找到那个人 然后我一直观看他的人生 我就觉得好舒牙 就是也有人是这样活 而他活的生活 我非常的想要 我觉得这件事对我是有帮助的 会找到一个自己觉得可以学习的对象 对啊 然后你就可以想象 其实我如果不要照社会的那个眼光活 我还是可以活得很好这样子 你会觉得这个事是有可能的 这是一个帮助自己去 算是跳脱心境吗 对啊 对啊 自我赔利 那我觉得比起自我赔利 更重要的是 我们也要学会去赔利别人嘛 OK 因为如果没有没有人造成伤害的话 我们也不需要在那边自我赔利自己 那 赔利别人意思是说 让大家不要再用男性临视方式去看别人吗 应该是说我们可以 我觉得假如你就是真的很喜欢大胸部小蛮腰 或你真的就是很喜欢金秀贤 你知道就是180公分 然后有六块腹肌 那当然不可能跟你说你不要去喜欢嘛 因为那是你的欲望 可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到的是 当有人长得不像金秀贤 或是有人长得不像 男生喜欢什么理想美女啊 有人长得不像周子瑜 就是这样我们在社群媒体上也不需要去说 长这样你也敢放照片 或者是叫做什么 你我不行 你不行就不行 你讲出来要干嘛 这是一个损人不利己的一个行为 其实这个东西 你在那个网络上讲说 长这样也敢放出来 或者你讲说你我不行 这个事情讲的当下 可能会觉得你自己有快感 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有些人会透过贬低别人来 抚平自己受创的自尊 或有些人的动机是 就是网络的集体的恶趣味 他在这个集体的群潮 他可能不是真心觉得你我不行 搞不好你他超行的 但他就是在这个集体的群潮里 得到一些好像当下压力解放的感觉 但是其实这个东西对这个说话的人长期的幸福感 或是他人际关系的和谐 跟他人际关系的满意度 其实是没有帮助的 所以你其实做这件事当下好像很抒压 但其实长期来说对你自己的身心健康也不是好事 那所以我们去说这个你我不行 然后长这样也敢放上来 这就损人不利己啊 其实我觉得也没必要去做这个事情 那听起来像一种网络霸凌 就是利用这个大家都在讲这些话的时候 你就自己也进去抽一咖这样 对啊就trolling啊 酸民文化这样子 OK 这是一种赔利的方式啦 对啊对啊 赔利自己也赔利别人这样子 那老师你觉得我们在自媒体中 我们有什么办法去梳理出一条界线 让大家知道什么样的发言 或者是什么样的内容 它是比较合适的 是有助于大家讨论性 讨论亲密关系 是有助于大家去讨论两性关系 然后不会去造成这种加剧性别刻板印象 或者是网络性剥削的这个内容 像譬如说 我们回到前面例子 譬如说女生可能热舞的这个影片 有些人就觉得说 那个到底界线坏在哪里呢 我上传这个影片 有人会说 你是不是又在物化女性 你都po一些女生 可能穿很露 然后静歌热舞画面 可是po的人可能觉得说 没有啊 我就觉得她就是跳舞 这有什么不对 对 所以那这种界线 她有办法拿捏吗 或者是有没有一些思考的方式 是让大家就可以 比较知道自己怎么样是 在走在一条 不会伤害别人 然后加剧刻板印象的路上 我自己会觉得 我相信很多教育者 或是女性主义者也会同意我 假如有一个人 她放了一些 非常的符合 社会一般大众审美的东西 关于她自己 或者是她其实 她的人生就是非常符合 她性别的期待 比方说她就是很喜欢 男主外女主内 或是她就是 她刚好长得大胸部小满腰 或是她刚好长得 很像金秀贤有腹肌 这些人要展现 她的符合主流价值的人生 是我自己觉得 是一点问题也没有 应该是说 教育者不可能会跟你讲说 你不要这样子展现自己吧 因为你太主流了 因为不可能 因为特别是 现在这个时代 展现自己的生活 其实是人的社交的一个 非常主要的方式 因为我们在社区美丽上 展现自己嘛 所以当然如果她是 刚好符合主流眼光的人 教育者应该不会希望说 那你不要讲话 当然想展现自己 就是展现自己 但我觉得教育者 可以去做的事情是 我们可以鼓励大家 当你看到 不是那么主流的审美的时候 如果她不符合你的审美 你至少也不要去跟人家说 你知道 对我不行 或者是 那么丑不要出来吓人 这是我们基本可以做 那如果你刚好 有一些不是那么主流 不是那么符合 性别期待的 的人生 比方有的人是 男主内 女主外 或者是女生去从事一些 阳刚的职业 比方说女生去举重 或是男生去从事一些 男生去上护理师 就这些你知道 就是比较挑战 主流的性别想法 你看到 而你刚好也非常欣赏的话 我们也可以 你知道给她按个赞啊 或者给她一些正向的支持 让这个社会大众看到 其实不是只有 社会不是只有单一的样子 就是 其实就是鼓励多元啦 当然你可以大胸部小蛮药 但是你也要看到 小胸部大蛮药 或者是168公分的人 也有非常多人喜欢 也许你也可以试着看看 你有没有很喜欢 那还有一件事 我觉得教育者是可以做的 就是说 其实有些人 他活得非常主流 符合主流的期待 但是他 他其实不想要这样子 他其实活得很辛苦这样子 那当然教育者可以去做的是 让他知道 你不需要这么符合性别的期待 或主流的审美 这个社会也会爱你 所以如果你 你不想要减肥了 你对 你虽然现在是大胸部小蛮药 但有一天你不想这样 你也完全没有关系 因为这是一个多元的社会 我觉得这是几个 可以去做的方向 所以其实不是叫别人 如果他活得很主流 并不是叫他去闭嘴 不要展现自己 而是我们可以更鼓励很多 并不是那么主流 但其实大家也很喜欢样子 可以被看到 所以让这个媒体的景观是 有非常非常多多元的典范 那每个人如果不是主流典范 他也觉得 那我那个典范也是一种很好 很多人喜欢的样子这样子 这个会让我想到 前一阵子有另外一个议题 我觉得跟这个好像有点像 就是那个叫做滤镜焦虑的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可能小朋友 那个同学 他们会在意自己的这个长相 不够主流 所以就会一定要用滤镜 然后修图 然后可能脸要调得很尖 然后弄得非常非常白 所以就会有一些学者 然后有一些报道 就观察到这现象 就说现在 譬如说Snapchat的IG上面 怎么那个青少年 小朋友 他们都喜欢用这个滤镜 然后大家每个看一模一样 他们觉得是个问题 然后甚至有些小朋友 还会焦虑说 他长得跟滤镜里面的自己不一样 这个问题的这个解法 最重要的问题是 我们有没有办法鼓励多元 让大家去意识到 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长得不一样 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想要的身体的一个样貌 而不需要都要跟滤镜一样 都需要跟主流的审美观 主流的偶像团体一样 这个才是我们最需要去关注的一件事情 对啊 或者是让他知道 其实长得不一样 别人也其实也觉得蛮美的 就是没有很多的可能性 事实上你如果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就是说 其实你去观察人类的偏好 对美的 对好看的 或信心引力的偏好 它是一直在改变的 你看是800年前的日本 或是20年前的美国 就是那是非常的有弹性 其实人类可以 只要你 比较常看多元的审美 审美其实可以很多元的 那当然就会希望它是一个方向 刚讲滤镜那个就是那样 就是有一个对自拍照的一个担忧 就是大家有发现 如果你常常用修图的软体 然后拍一些比较经过美化的自拍照 久了你会觉得那个是你真正的样子 然后镜子里看到的是 不是你真正样子 是衰败后的样子 然后你会比较容易希望去那个整形 因为你想要回复成真正样子 那整形当然有一些医疗的风险 那所以这方面就会有 很多人会很担心这个事情这样 对好 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可以邀请到康婷宇老师 来跟我们聊这个在数位时代下面 我们一路从这个数位信报力 然后从复仇式色情这个字 然后我们现在最后有更多的认知 是现在应该要用 未经同意散播性子里面影响 其实背后是有很多的思考跟脉络的 除了是不要造成被害的人二次伤害 因为被害人 自己变色情这个对拍很多被害人来说 不能接受 然后再来就是副仇式色情 其实它没有办法完整涵盖 绝大多数的被害人被伤害的这个过程 因为听起来副仇式色情 只有好像是你同意他拍 然后所以怎样这样这样 但是更多的情况反而是 被害者是不知情的这个状况 它就没有办法被涵盖进去 那像前一阵子 因为这个黄子焦的关系 这个市民大造的这个创意工坊 它的这个被害的情况 它也没有办法涵盖进去 所以我们透过改变我们的用语 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 思考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 那再加上今天我们也讨论到很多 比如说媒体的这个伦理的问题 我们未来大家可以一起搜查看看 我们在网路上面 如果看到这种很耸动的标题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考虑看看就是 我们是不是就不要点进去 因为我们不要创造点月就有机会去改变这个媒体生态 因为如果大家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很多媒体 它为了要追求流量 所以他们就会把这个标题吓得很耸动 甚至可能会伤害到被害者 那也许我们作为读者可以考虑 让我们就不要去点击这样的新闻 或许就有机会一定程度的去改变这个媒体文化 这些性影像在传播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想一件事情是 我觉得老师今天有提到一个观念 我每一个人其实都有可能也会成为加害者 其实不是我们传播出去的 但是一旦我们观看这个都会造成被害人 二次伤害三次伤害 然后我们不要帮忙转船 我们当然也更不可能 我们绝对也不要去花钱购买 因为我们花钱购买 我们就等于是投入资金去鼓励 这样的犯罪集团继续运作下去 那最后我们也谈了就是 在测询平台上面的一些现象 然后老师帮我们讨论 就是什么是物化 什么是新化 那我们如果 那在这个社会 在这个时代 我们可以怎样来自处 就是我们譬如说 我们如何自我赔利 那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们要怎么要鼓励多元 我们要知道 其实人有很多样态 每一种样态都是值得被爱 每一种这样也都会有爱你 所以我们不需要很执着 一定要变成主流的模样 我们也不要去 好像在网络上面说 你不主流 所以我们就嘲笑别人 去促成这样子的一个 攻击别人的方式 那在这个 那在节目之后呢 还是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个网站 叫做信坛之光 那它是一个采用 多种互动形式 可以让大家来在线上去学习 性别教育的一个真正平台 那其中就包含 情感教育 性教育 认识性别多元面貌 还有校园性别 事件防治 四大面向 那我想通过这个网站 大家就可以 我想这个网站 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帮助大家去做到 老师讲的赔利 帮助大家去帮自己建构更多 增加很多这个性别方面的智能 那我们也可以去赔利别人 帮助彼此都能够在这个社会上 可以过得很好 然后更有性别意识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老师来到我们节目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谢谢